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穿着破头巾 穿着破单衣 想出门去找朋友 又怕丢失体面 没办法想 只得硬着头皮和妻子商量 贝氏心中本来就有气 一直怪房德没出息 现在房德一开口 正处在他气头上 他把不羁一拍 爆发开了 房德一听 羞得满面通红 没办法 只得陪着笑脸 低声下气的恳求他 贝氏就是不答应 房德想闹 却怕老婆嘴舌又利 喉咙又响 被隔壁邻家听见 反而有失颜面 他憋着气壮出门来 想找个朋友告诫 跑了半天都没有借到钱 还是白跑 这时天空乌云密布 冷雨秋风 吹打的房德浑身索索发抖 于是他慌忙奔向前面古寺中去避雨 他走进山门 只见有个长大汉子坐在左廊上避雨 房德也没在意 就在右廊上坐了下来 呆呆的望着天空 雨小了 房德正在动身 忽然看见墙上画着一只鸟儿 有脚有尾 有毛有翅 单单没画头 房德不由暗笑 心想 这人真没脑子 画鸟怎不画头 房德一时兴起 忙找和尚借了笔 站上墨 将鸟头补上 他看了又看 心里十分得意 补得不错啊 这时 那个坐在左廊上的大汉走了过来 看看画 又不住的向房德上下打量 那大汉看了房德一会 便笑嘻嘻的向房德招呼 叫他到一个地方去说话 房德一愣 问他说 你是谁 有什么事情吗 房德一听 有好处可得 郑重下怀 忙把笔墨还了和尚 不管满地泥泞 跟着那大汉出了寺院 一直向城外走去 走到城外一条冷落的小巷里 那大汉停住了脚 在一个小脚门上连敲三下 门开了 走出来个长大汉子 看过房德 便上前行礼 两大汉把房德让进屋内 随手撑上门 引房德向里面走去 只见满园荒草 楼台倒摊 原来是一个败落的花园 房德正在惊疑 只见前面亭子中走出十多个汉子 各个身长臂大 满面堆笑的来迎接房德 房德一见更加惊疑不定 那一伙大汉将房德迎入亭中 行了礼 分宾主坐定 和房德攀谈起来 先前陪房德进来的那大汉道 我们是江湖上豪杰 做没本钱的生意 只因我们都是粗人 成不了大事 想找个有志谋的好汉 让他做个大哥 听他指挥 房德一听 正住了 那大汉又说 我们画个无头鸟在寺院墙上 意思是羽翼俱全 单少头儿 要有人补上 就请他做首领 他也不等房德答应 回头就叫众人快去杀牲口 准备祭拜天地 房德心想 我是个清白良民 怎好做这种事 于是他站了起来 竭力推辞 谁知大汉们一听 都大笑起来 房德低下脑袋 不说话 大汉们便一起拔出短刀 指着房德 要他立即答应 房德吓得倒退几步 呼一转念 白宋性命不值得 不如瞒过一时 再设法脱身出去 算计停荡便吞吞吐吐的答应了 那伙汉子大喜 马上收回短刀 七手八脚的捧出一身足新的衣帽来给房德换上 房德本来生得方头大耳 身材高大 打扮起来更显得以表堂堂 才貌出众 众人一起拍手称号 穷读书的 拿有好衣服上过身 房德见众人夸赞他 心里一乐 老婆瞧不起我 心有不肯借钱给我 倒是这班人对我有义气啊 想到这里 他咧开嘴 得意洋洋的躲起方不来 忽悠转念 不可 不可 躺被人捉住 性命就完了 房德正在胡思乱想 疑惑不绝 只见众人摆起香案 朱阳纪里排列满庭 房德糊里糊涂的和十七个好汉一起跪下 点起香 喜过事 结为兄弟 不一会 桌上摆满韭菜 房德做了首席 众人轮流敬酒 大哥长 大哥短 把他奉承的眉开眼笑 喜出望外 房德起先还有些不安 后来却死心他地 决意干这够当了 心里暗暗盘进 做了些食 积些钱 买个关 起步更好 想着想着 提起酒中 一口气把酒喝了个干净 一直吃到黄昏 房德乘着酒姓说 严平门外有个富家王元宝 好 我们今晚再开个历史 各位意见如何 众人齐声附和 说房德的主意很好 当下取出硬黄 燕销 火把器械之类 一齐装束停荡 待等到二更天际 由房德当先领路 出门直奔 王元宝家而去 王元宝是京都大官王拱的族兄 富可敌国 明闻天下 相来也是房德这班人晦气 几天前 他家失了妾 王元宝便向王拱要了三十名兵丁护院 众人到了王元宝门外 点起火把 打破大门 一拥而入 这时王家家人和众兵丁都从梦中惊醒 一面明罗那喊 一面拿起枪棒 赶出来捉拿强盗 众强盗见兵丁人数众多 知道情况不妙 慌忙放起火来 想趁势夺路逃走 王元宝家人和兵丁一半救火 一半追赶上去 把房德等人团团围住 众强盗拼命死战 戳伤了几个庄客 但忠因寡不敌众 当场被打翻几个 其余的兜落荒跑了 天色一鸣 王元宝亲自骑了马 带上一群兵丁 家人 把秦获的几个强盗解送京兆尹衙门 房德也是被秦的其中一个 他垂头丧气 十分傲丧 经兆尹王宫 见族兄被劫 不由大怒 立即命李勉去审讯 李勉生了疼 带上强盗 逐一审问 这李勉却与一般官室不同 他公平正直 不肯冤枉一个好人 只因奸臣当道 不能施展才能 只做了个小官 李勉问到唐德时 见他是个读书人 不像行凶之徒 不由心中沉吟起来 房德将在寺院画鸟头 即入火前后 经过细说了一遍 却把自己领头打劫的事 说成被逼入火 实非本意 说完泪流满面 显得十分悲怯 李勉听了 心中不觉有些联系起来 但自己官职卑微 没全力释放他 寻思半赏 只好将房德和重盗贼都进到狱中去 李勉发落完毕 退入后堂 急叫狱卒王太进雅 吩咐他设法放走房德 原来李勉曾救过王太性命 王太感激李勉有所委托 无不尽力 李勉一向把他当作心腹 李勉又取出文银三粮 给房德做盘缠 并叫他在放走房德后 立即带家眷躲入牙中 收他做个亲随 一面将罪名推在王太身上 降报上司 王太一一答应 当天夜里 王太先设法将重劳子四散分开 后又悄悄的给房德开了锁料 引他溜出狱来 到了一条僻静的小巷内 王太将李勉的意思告诉了房德 又将银两送给了他 房德接过银两 感谢不尽 拜别王太 出城逃跑了 第二天 玉内老子发现房德逃走了 王太也不见了 慌忙抱之李勉 李勉假作惊慌 把罪责都推到王太身上 一面吩咐 缉拿房德和王太 一面被闻 降报上司 王拱怒则李勉疏忽 奏之皇上将李勉销执为民 当日李勉那还官告 收拾行李 将王太暗藏在女卷中 一同带回家乡去 李勉由于平时是个清官 家里也颇为清贫 她回到家中 带着同仆耕田过活 过了两年 生活越来越贫困了 她听到老朋友严果辽新任常山太守 想去见见他 找个出路 于是他别了夫人 带着王太 一路往河北而来 这天走到百香县地方 只见一对一仗 明罗开道而来 李勉连忙站到一边回避 只见一位县令 张着滑盖 骑着白马 相貌堂堂 威风凛凛 王太仔细一任 正是当年被自己释放的房德 便悄悄的告诉李勉 李勉心中暗息 房德果然是个有作为的人 正想上前招呼呼一转念 怕房德误会 直到自己为索取仇报 于是他叫王太不必声张 自己也转过脸去 免得被房德认出 不料房德眼快 早已认出李勉 王太慌忙止住从人 下马相见 李勉剑被他认出 只好转身打理 原来房德逃出后 带了老婆被试 逃奔节度使安禄山 安禄山想造反 见房德人才出众 便剑举他做了百香县县官 作为自己的心妇 当下房德竭力请李勉主仆到衙奈小叙 李勉推辞不了 只好答应 房德引李勉王太到衙门 进了后厅书院 他不让从人进去 只留一个心妇陈颜在门口伺候 又从自己府里调来一个心妇家人 叫陆信的服侍李勉 原来房德平日自夸是宰相的后代 同聊不知他的底细都很敬重他 这时他心里回想起往事 忐忑不安起来 匆匆回进书房 向李勉行过礼 感谢救命之恩 房德又谢了王太 并引他到厅房中去休息 又悄悄的叮嘱他 过去的事情 千万不要和别人说急 王太点头答应 不一时 后堂摆上宴席 缓带李勉 又在外厅令习招待王太 房德知道李勉为了自己丢去了官职 但是 很是惶恐不安 再三败谢 李勉却笑着安慰他 房德一听 便得意洋洋的说 这多亏了安杰度使的提拔 表举我做这县官的 但我没才干 请恩向指教 李勉素来知道安禄山不是正派人物 便趁机归劝他 这样一连住了十几天 房德只陪着李勉喝酒谈话 十分殷勤 李勉怕耽误房德公事 坚持要告辞动身 房德却依依不舍 再要挽留一天 李勉只好答应 房德留住李勉 出了书院 进内衙来找老婆贝氏商议 打算收拾些礼物送给李勉 贝氏答应送二十卷丝绸 房德主张送给李勉一千匹 谁之话刚出口 贝氏呸的一声 骂了起来 你疯了 哪来这么多送人 你送你的 我不管 贝氏嚷道 没啥商量 你自己想法去 房德见老婆不肯 李勉又急于动身 自己一时没处设法 不由心里烦恼 低着头坐在一旁不出声 贝氏见丈夫 执意要送这般厚礼 真像割肉一样疼痛 眼珠一转 笑着说有办法 房德一听 脑的耳根通红 怒道 你这没有天良的妇人 不是恩人 我们哪有今天的受用 贝氏见丈夫发怒 连忙陪笑解释 房德摇摇头说 他是到长山去访友的 路上遇见我 还掉转头 不肯相见 哪有丝毫歹意 不要错怪了人 贝氏叹口气 又开枪了 这一说 郑重房德心病 皱着眉头不响了 贝氏又趁势说道 杨虎终有后患 你这穷骨头只好穿破衣 饿肚子 这消息传开去 我看连夜上路还闲迟呢 说的房德没了主意 房德原来也担心 王太走漏自己的底细 现在听妻子说出这许多厉害 便把报恩念头 抛向了东洋大海 连说 依你 依你 这时 书院里一百好酒席 专等房德来陪课 路信见主人久未出来 便进内衙去催情 刚要进房 却听得房德和贝氏正在安排毒计 谋害李免主仆 路信一听 正住了 路信听得十分仔细 不觉大吃一惊 心想 原来主人如此狼心狗肺 我跟了他有何好处 李免是个正人君子 我应当去救他性命 想着想着 就悄悄出了内衙 直奔书院而来 路信急匆匆地奔进书院 将李免拉到一边 把刚才听到的话 全都告诉了他 并劝他赶快逃走 于是 李免撇下行李 跟着路信对陈炎说是出城拜客 去去就来 三人就悄悄地出了衙门 到城外借了三匹马 一同骑上 积极向长山方向飞逃而去 再说房德和贝氏既一停荡 正要起身出房 却被贝氏留住了 原来贝氏知道丈夫心头活 恐和李免久坐长谈 又要反悔 便不让他马上出去 又坐了好一会 看看天色已黑 房德正要出房 只见陈炎来到 陈炎说李免主仆由路信陪着 说要出城拜客 马上就回 谁知道现在还没回来 特前来报之 房德夫妇一听 料是路信走漏消息 不禁暗暗叫苦 房德慌得手足无措 埋怨贝氏 贝氏冷笑一声 又想出一条毒计来 房德迟疑了一阵 没办法想 只得对陈炎实话实说 叫陈炎带领心腹去追杀李免主仆和路信 陈炎胆小 不敢答应 却替房德想出个主意来 被试一听 连连点头 催促丈夫赶快去 房德这才转游为席 马上预备了一份厚礼 叫一个心腹家人拿了 自己换上便衣 跟着陈炎 悄悄出了衙门 去拜访那个义士 三人来到义士门口 陈炎在门上轻轻敲了两下 不一时 门开了 那义士听说是本县县官 就有些不高兴 不让房德等进去 房德见那义士不理财 连忙坐一肯求道 略谈片刻 马上告辞 那义士才勉强让三人进去 房德向义士行过礼 又吩咐家人献上礼物 那义士笑了笑 不肯接受礼物 也不承认是义士 房德再三请他收受 那义士坚决拒绝 说自己绝不接受来路不明的东西 房德眨眨眼睛 煞时满脸流泪 边哭边说 向义士败了下去 那义士一听 连忙摇着手 转身向外便走 房德赶了上去 一把将他拉住 哭了又求 求了又哭 那义士看这光景 想是真情 才问他有什么冤仇 房德心中暗暗欢喜 连忙编造一段情节 说礼免依仗官士 过去曾经污蔑他围盗 百般拷打 幸亏后官审明释放 如今又来登门勒索 说完放声大哭 装得十分可怜 那义士听了 不由勃然大怒道 原来你有这样大冤 我哪可不管 请先回崖等着吧 这是包在我身上 这礼物我也不收 你拿回去 义士说完 忽然拉开门就出去了 房德等人赶出门来 只见他行走飞快 一晃就不见了 房德看得目瞪口呆 半晌说不出话来 且说黎免等三人连夜逃跑 一口气跑到景行县 已是二更天气 人累了 马也乏了 便下马找客店投诉 那义士此刻已经赶到 暗暗跟在他们后面 那店主见他们行色慌张 深夜投诉 又不带一件行李 疑心他们是逮人 便进房来盘问 李免被店主盘问不过 心想他去报官 我也不能隐瞒实情 况且这里已是井行地界 房德管不着 我为什么要说谎呢 于是他从旧房德说起 说到房德忘恩负义 设计暗害 把前后情节一一告诉了店主 店主听了 也责骂房德负心 这时床下忽然钻出一个大汉来 手指匕首 威风淋淋 杀气腾腾 吓得李免等三人魂不附体 一骑跪倒 口称壮士饶命 那人一把扶起李免 很惭愧地说道 不必慌张 我平生专报不平 要杀天下负心之人 当才误信鬼话 要不是听你说出前情 险些误杀好人 这样忘恩负义 狼心狗肺的贼子 如何饶的 李免听了 连忙败谢亦是活命之恩 一面又问他姓名 亦是摆摆手说 不必谢我 我没有姓名 就叫我床下议事吧 说完 飞不出房 纵身上屋 一晃不见了踪影 黎免等愣了好一会 才回房歇息 再说贝士 见丈夫回来 大事已就 礼物分文未动 心里有说不出的欢喜 连忙贝了酒席 夫妻两人开怀畅饮 专等一时回报佳音 夫妻两人正在喝酒 胡亭德亭前有脚步声 抬头一看 只见那一事大踏步的走上厅来 房德夫妇又惊又喜 慌忙起身迎接 那一事全部搭理 气愤愤的居中坐定 房德夫妇刚要道谢 谁知一事突然抽出匕首 指着房德大骂起来 房德一听 吓得面如土色 正待哀求 却被一事一刀杀死了 被是荒作一团 正欲逃走 被一事飞起一脚踢倒在地 也把他结果了 这一对忘恩负义的男女都被一事除灭了 一事藏了匕首 心想 今日一时大意 险些误杀好人 这对我也是个教训呢 于是他纵身上屋 也不回住所 到别处打不平去了 再说李勉到了长山 住在颜太守崖中 过了几天 百香县把这案件申报道府 却没有提到李勉的事 原来陈颜知道李勉是颜太守的好友 便把他隐藏了起来 但是李勉怕被牵连 便辞别了颜太守返回家乡 这时下巧王公犯了罪 于是朝廷重新任用了李勉 不久又被升作监察御史 李勉成为唐朝时期一位有名的正直清廉的官员 vel了李勉是…… 你会走在祝家中 出方想整理 和声 queria嘗嘗 给你带我来看看